法官就是對一些案件作出評判 特首任命的?那你覺得呢? 其實我覺得是律政司的 特首?不清楚 Ian 之前有些政黨的KOL 就說特首任命了兩位曾經代表黎智英的大律師 做高等法院的嚴重法庭特委法官 擔心這樣會影響司法的公正 其實究竟香港的法官是怎樣任命的呢? 香港的法官的確是由特首任命的 但是根據《基本法》第88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 是要經過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委員會 他會去推薦給特首再由特首任命的 所以簡單來說 特首是經過這個推薦委員會的推薦 他才會任命香港法院的法官 應該不行 是不可以的 可以 不清楚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是由甚麼人組成的? 這個委員會有九個人 我們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擔任主席 律政司司長是其中一名的委員 另外七名就會由特首去委任 包括了有兩名的法官 一名大律師和一名事務律師 最重要就是他還有三名 是與法律界無關的人士組成的 這三位與法律界無關的委員 其實他加入了 更加會將我們一般公眾 即是非法律界 我們公眾對法官的意見 就帶入了這個推薦委員會 一般委員會會根據甚麼準則 來委任法官呢? 當然就是根據他的專業資格 以及他的經驗去決定 委員會也會以觀察員的身份 參與應徵者的民視和民選的過程 通過他的觀察就會去選出 適合擔任法官的一些應徵者 然後就呈交給他們的委員會去考慮 雖然說根據專業資格和經驗 不過如果任命了一些 代表某個政治立場的人 會不會怕他們在審案的時候不公平呢? 尾心首先我講講我們大律師的一些守則 我們大律師有一個叫做不可拒拼的規則 簡單的理解就等於駕駛的士一樣 我是一個的士司機 如果有人截的士的話 我就不可以拒載 拒載就會違反我們大律師的守則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每一位大律師只要接到一個案件 而那個案件的性質 也是在我們的執業範圍之內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可以拒絕 我們必須代表那位當事人去出庭 另外就是 其實那兩位被委任的資深大律師 在寒內也是非常有聲譽和有經驗的 他們尤其是做刑事這方面 是非常出眾 也都非常多徒弟是跟他們的 所以你說如果委任這兩位資深大律師 去擔任高等法院的法官的話 尤其是刑事方面 他們絕對是勝任有餘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 其實你去代表某一個政治立場的政治人物 並不代表你有相同的政治立場 正如我所說就是 因為我們大律師看法律 當事人想委任我們 我們也是不可以拒絕的 所以他有什麼政治立場 其實跟我們幫他打這個案件 就沒有什麼關係 不合適 不合適 不合適為何呢 因為很容易被人利用 很不透明 合適的 你說是司法團體 始終是大部份有相關的知識 或經驗的人去推舉 會好些 Ian 特首其實是否可以自行任命法官 特首其實就不應該自行去任命法官 因為剛才都說了 基本法第88條清楚規定 特首是應該要經過司法人員 推薦委員會的推薦 先去委任法官 如果特首去聽這個委員會的推薦 去委任他深屬的法官的話 其實就有機會違反基本法 如果違反基本法 就有機會他這個決定會被司法服刑 萬一市民認為法官判案不公正 那可以怎樣做呢 很簡單的 如果市民認為法官去判這個案 他的法律觀點有錯 或者他對事實的判斷有錯的話 其實最值得的方法就是去上訴 但是如果市民覺得 本身那個法官去行為上 有一些不當的話 其實他就可以向一個新的法官行為 諮詢委員會去作出投訴 這個委員會去覆核了這個投訴之後 就會作出一些意義 和一些他們調查的結果 去到2021年為止 這個投訴委員會其實已經處理了2,205宗的投訴 大部分的個案大約就有1,914宗 他們依然是繼續去跟進的 Ian 聽完你這樣說 行政機關和特首是不會 亦都很難干預到法官的任命的 而且司法機構的有效機制 是確保到法官是公平地處理所有的案件的 正如習主席所說 香港要保持普通法的制度 在行政主導的體制之下 司法機構是擁有獨立的行使審判權的 我們真的要繼續堅持這個司法獨立 保持香港的優勢 今集我們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有什麼社會議題想探討一下 歡迎致電社區實驗室立線 3702-3130和我們的職業聯絡 下集見 拜拜